謝謝YK 以下時間有請專業經理級 Lily Wong 和大家分享她的成功秘訣 有請Lily Wong 大家好 我叫Lily 可以叫我做小賴 好多謝公司給我這個機會 分享一個故事 而這個故事的主角 就是我 我來自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我的爸爸 他們都是靠打工為生 他們都從來未做過生意 在有一次 我和我的兒子 去做功課的時候 我無意中說了一句說話 兒子努力讀書 將來玩一份好工 那說完之後呢 我有什麼感覺呢 原來這句說話呢 我在幾十年前 整天都聽到的 那不自覺地 在我和兒子 聊天的時候 代表什麼呢 我的頭腦裡面 有沒有做生意的概念 是沒有的 因為我叫兒子讀書 是為了玩一份好工 我有兩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呢 在什麼時候產生的 在我二十年前 來香港的第一天產生的 我離開家 來到香港 我在我爸爸媽媽的眼中 他們帶點淚水 他們很擔心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要讓我父母放心 那在每一次的電話裡面 我都聽到爸爸的語氣 媽媽的語氣 都是很擔憂很擔憂 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 只是想完成 去達到令到他們放心了 那我第二個願望呢 在我的兒子呢 升中學 我變成了單親媽媽的時候 那一刻開始的 因為呢 我很想 很想成為我兒子的朋友 在我成為單親媽媽的時候 我兒子呢 每一次放學回來 他們呢 直接進了房間 接著關門 好了 到我煮好飯了 敲門 兒子吃飯了 他就出來 哦 一句話 吃完飯 又是一粒聲 不出去就進了房間了 在那一刻我告訴自己 聽 我很想呢 過回以前 我的兒子讀小學那時候呢 他們放學回來呢 很多東西跟我說 我很想成為他們的朋友 所以呢 在我第一份工呢 我來香港第一份工的時候呢 我去選擇 就是呢 我想 玩這份工 可以賺到錢 可以呢 照顧到我兩個兒子 最重要的是實現 我爸爸媽媽 他們會對我放心 所以呢 我在家的附近 找了一份撈面光 想著時間可以彈性一點 可以照顧到兒子 但是 十幾年過去了 事實證明 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為爸爸媽媽每一次的電話 他們都是這麼擔心 那到了呢 成為單親媽媽的時候 原來那份工不夠洗的了 時間精力 監錢 我都不夠養 我面臨第二個選擇 我這個選擇呢 就是 為了我要實現我之前那兩個願望 而去選擇的 當我的朋友告訴我 美安公司 這個生意的時候呢 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 是生意 因為聽到 我不會做生意 沒有概念做生意 沒有監察 沒有任務 沒有經驗 但是 在那一刻 我的朋友告訴我 可以學的生意 原來可以學的生意 我就開始停一停 不要再跟他說 不做了 接著呢 他就拿一張大會票給我 我真的很幸運 加盟之後的一個月 可以參加美安香港的一個年會 在那個年會裡面呢 其實當時見到那張票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呢 就是很貴 不去 那 我朋友 第二句說 他說 喂 如果你去呢 可以快半年 喔 原來 上一堂課 可以快半年的生意 我計算那條數 是不是值得啊 半年可以賺很多錢的 真的 那所以呢 我就來了 在那個大會裡面呢 看到很多 很普通的人 他們之前是沒有做過生意 那他們都可以在這個生意裡面 找到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呢 在那一刻開始呢 我就呢 每一次都告訴自己聽 我在下一次的大會 我會繼續進來 我會帶我的朋友來 去評估這個生意 那所以呢 從那次開始 每一次大會都來 帶朋友來 那帶朋友來 之前 會怎樣呢 需要買票 所以我每一次都 起碼買三張的大會票 啦 好了 說回我的願望 在經營sot.com這幾年裡面呢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爸爸媽媽 已經很少打電話給我的了 在前幾天呢 我不小心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久 都沒有聽到他們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爸爸的時候 他說 阿呂我現在比較忙 而且呢 不是那麼方便聽電話 我說你做什麼 他說我和你媽媽呢 在廈門旅行中 其實 我聽到那個語氣是什麼呢 是輕鬆 是放心 我那一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眼淚流了下來 我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打算讓父母放衣 但是我做不到 在sot.com裡面呢 幫我完成了這個願望 我第二個願望呢 成為我的兒子 多謝 成為我的兒子的朋友呢 我相信 有父母的 你的小朋友到中學 說得最多那句說話呢 你很煩的 那句說話呢 是兒子和媽媽說的 和爸爸說的 但是 在這一刻 我的兒子已經 我的兒子已經 在讀大學了 他呢 一見到我 我不是很忙 不是沒有時間和他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一見到我 他很多話說 說他學校的東西 說他 老師的東西 不知道 說了一些 一大堆我聽不明白的東西 輪到我跟他說 兒子 其實你也挺煩的 我好多謝 你這麼願意 去邀請他 來到這裡 去實現他的願望呢 如果這一刻 你真的願意的話 而我們的大會 必須有門票進來 請你為你自己 為你的朋友 去準備 下一場 11月份的大會的門票 多謝各位 我分享到這裡 謝謝Lily